怎么画,就不能用原来的方法画了 如果说你用原来的方法,就不能够长出来 因为你要怎么算呢?你可能要先算好 高如果是多少?高如果是... 可能你要一个公式 高等于...那当然你不可能算完之后再给他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画出斜边刚好是100的话 该怎么去做 首先的话,我们这边可能需要用到像2D 先画一个2D的图 比如说我先画2D的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的话就是我们的底边 底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 假设我今天在这边先用2D的部分 先画一个...这个先把它删掉好了 OK 假设我今天用这个矩形在底下画一个小老鼠100 斗点100 斗点100 先给它一个底 对不对 给它一个底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画一条线 这条线的话呢 刚好就是我们从这边抓这个终点 再到这个终点 然后往...这个它终点的往上 因为脚椎一定是在这个点上面 有没有 那我大概这个线稍微长一点点好了 一定要...假设我的边斜边是100 斜边是...那我画一条稍微长一点的线 OK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斜边刚好是100的话 那前面2D的时候我们有常用到就是说 我以这个为什么...为中心点 我在这边画一个圆 如果这个圆可以跟这条线相切的话 那...如果这个圆的半径刚好是100的话 那会不会...这个地方不就有个...有个什么呢 有个焦点 那我就可以把上面这一条线 怎么样呢 去掉之后的话 那...从这边到这边的斜边不就刚好100了 所以呢 也就是...这边刚好就顺便讲一下UCS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面上面UCS 它会自己帮我们改变UCS 可是这里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面 它是一条线 所以你如果要改变它UCS的话 你就不能用动态的UCS 而是必须怎么样 把UCS先叫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有没有看到 这UCS很多嘛 那我们就用世界 接下来请你用三点 这个也用的蛮多的 所谓三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UCS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要画一个圆 这个圆必须... 如果你现在直接画圆 它会在怎么样 在XY的这个面 可是我今天希望呢 不要在这个面 而是希望在立体的这个面上面 刚好就是这一条线的上面 那这样我画一个圆 才有办法跟这条线相交 了解意思吗 3D不是2D 2D一定会碰到 可是3D的话是在这个面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第一个先找出UCS 这边有三点 对不对 请你点3点之后的话 第一点先制定在这里 1 2 3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你有没有看到 现在的UCS 就会变成在 这一个 我们的圆 等于是将来画圆的中心点 跟画圆 我们将来会相交的这一条线上面 接下来我就画一个圆 好那这个圆的话 以这个端点当中心点 然后拉过来 我因为我要半径是100 对不对 所以会切跟画圆归圆理一样 那可是因为2D一定会碰到 3D的话呢 一定要在这个UCS上面 所以我画100 Enter Enter之后呢 这个时候这两条圆跟线有没有相交呢 就这样